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说一下什么叫做多命令顺序执行 那在明镜与点栏目中能够识别的多命令顺序执行符号 多命令执行符号有这样三个 分号两个按的符双树杠 它们之间有区别 它们其实都是用来连接多个命令的 而连接命令一连接命令二 甚至后面还可以再连接命令三 都是可以的 命令三都是可以的 那有区别吗 有点区别 如果采用的是分号 它们两个命令之间或者多个命令之间 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仅仅只是命令一执行完了 执行命令二 就算命令一不正确执行 报错 命令二也依然会执行 它仅仅只是为了简化我的操作 或者说我不想一条一条去执行命令 我想把所有的命令都放在一起来执行 仅仅就这一个作用 但是双按的符就不太一样了 它其实是逻辑 大家可能都知道 逻辑语指的是相语的两个值都为真 语出来的结果才是真 放到多命令顺序执行这里 就代表只有当命令一正确执行 命令二才会执行 如果命令二是不正确执行 命令一不正确执行 命令二是不会执行的 这就是逻辑语的作用 那逻辑或呢 也就是双树杠呢 就跟它刚好相反 只有当命令一不正确执行 命令二才会执行 如果命令一执行了 正确执行了 命令二就不执行 好像很拗口啊 那我们举个例子 先来看看分号这个命令 分号最简单 分号最简单 它指你看 大家可以看啊 这几个命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这条命令会报错 啥意思啊 根下是没有一个叫USER的目楼 所以这条命令会报错 除非你事先在这里建议 那大家的系统都是默认的 这里是没有的 那就算这条命令报错 也并不影响最后一条命令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我们试试 其实任何命令都行 LS任何命令都可以 LS分号 随便写个命令吧 比如说CD到USER CD到USER 这个目楼在根下是不存在 所以一定会报错 然后再执行一下 对等命令 看看当前时间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 LS命令正确执行了 显示当前目楼下的内容 其次 当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系统报错了 但是就算它报错了 也并没有影响第三条命令 对等命令执行 这就是分号 那这样的命令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说 其实我们说这种方法其实可以讲话操作 除了讲话操作呢 我们在DD命令执行的时候 它有一些帮助 那先来解释一下DD命令 DD命令是我们Linux当中进行磁盘复制 或者说数据复制 但是它不是CP CP命令只能复制文件 但是DD命令呢 能复制特殊命令 特殊文件 也能复制分区 甚至整个硬盘 它不光复制这个分区或者硬盘当中的数据 还复制了我们这个分区或者硬盘的文件系统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成磁盘对考命令来对待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A4 后面加输入文件 当然也可以是输入设复 A4 后面写输出文件 你要复制到哪里 当然也可以是目标设复 BS后面跟的是字节 代表我一次输入或者输出 用多少个字节 作为一个数据块来处理 其实就可以理解为 我指定一个大小 我每次复制都复制这么半 这个大小通过BS来指定 可以是1024字节 比如说我每次复制1K字节 当成一个数据块 那Count呢 就是指我复制多少个数据块 也就是说 假设BS指了1024 1K 那Count这里如果写1万 或者这是10万吧 它就代表复制10万个 1K 其实这里就是100兆密 将近是100兆的一个文件 这就是DD的作用 DD啊 我们其实主要不是用它来复制文件 主要是用来进行磁盘复制 磁盘复制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例子 例子是什么 先执行日期 用分号 执行DD DD可以干嘛 把DV下的ZERO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一个特殊文件 我们上节课其实见过DV下的NULL NULL是这个空 是回收站 那DV下的ZERO是0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0作为原文件 向目标文件当中不停的写 写多大呢 写每一次写1KB的0 总共写100兆 其实就代表什么 我要创建一个100兆的 叫做TestFile的这样一个测试文件 然后呢 再用分号 执行一遍DATA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很简单 执行两遍DATA 中间执行DATA命令 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当前系统 创建一个100兆的文件 需要多长的时间间隔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超哥其实原先我们经常用什么 把一块硬盘复制为另外一块硬盘 其实很简单 只要写F等于DNL下的SD F等于DV下的SDB 就是把一块硬盘复制成另外一块硬盘 然后加两个DATA 来判断一下我复制这块硬盘 执行的状况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硬盘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100兆的文件 那我们试试 这条命令 在当前目录下是没有 这是我们上年课做的练习啊 是没有TestFile 所以我们看执行DATA 然后呢 DD F等于DV下的ZO F等于DV下的TestFile 然后呢 BS等于1K 每次创建1K Count等于10万兆 10万兆 创建一个100兆币的 分号DATA 也说回车 大家可以稍等 他正在执行 创建一个100兆的文件 好了 这是DD命令的作用 看 每秒复制了22兆 但是我们通过这条命令 DATA命令就可以看到啊 创建个100兆币的文件 对我们来讲 用了5秒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LL 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大小 看 TestFile 有了 将近100兆币 当然啊 系统是按1024作为一个 1024作为一个签字形 我这里写的这个 比我们的100兆 稍微小了一点 因为我们上了1000 作为一个兆币 一个K级币 好了 那这就是分号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连接多个命令 在多个命令之间 并没有一些任何逻辑关系 那这个分号啊 可能就是在超哥这里 举的这个例子上 有一些意义 那逻辑语和逻辑货呢 它的意义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它主要指 当第一条命令正确执行 也就是说 第一条命令LS正确执行 我可以让它执行第二条命令 也就是说 只要第一条命令正确执行 我就会打一叶死 如果第一条命令不正确执行 报错了 它就会 打错了 不是管道福啊 是逻辑语 第一条命令正确执行 就会打一叶死 如果第一条命令不正确执行 看 第一条命令发错了 第二条命令 这个yes就不会输出 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有 我们有一些命令 需要前一条命令正确执行之后 第二条命令才可以执行 比如说我们再讲软件包安装的时候 讲话飞个是不是代表 编写前准备 后来我们是不是要执行 make命令和make install命令 这样的命令 我如果每次都手工分开去敲 我觉得很不方便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在这些命令之间 加双的按照 他的意思是说 当第一条命令正确执行 再执行第二条 当第二条正确执行 再执行第三条 那小心 像这样的逻辑语 是不能换成分号 也不能换成逻辑货 哪个意思 这些命令之间 是有一个先后关系 或者回接来关系 只有这条命令正确了 这条命令才可以执行 只有这条命令正确了 下面这条命令才可以执行 所以他们之间只能用逻辑语连接 只要连接了 这条命令就回车 安装过程就可以自动进行 我们就可以出去自己休息 比如说抽个烟 当然超哥不抽烟 也不鼓励大家抽烟 那这就是逻辑语的作用 逻辑语 那有逻辑语 就会有逻辑货 它的作用是什么 当第一条命令不正确执行 也就是说看 刚刚这条命令会报错 我如果把它变成逻辑货 当然不再让它echo yes 而是echo no 你就会发现 当这条命令报错了 后面这条命令就会执行 那如果这条命令不报错呢 也就是说让它正确执行 反而后面这条命令不会正确执行 这就是逻辑语和逻辑货 那我们现在并还没有学习F判断式 我们后面 12后面 应成这边两下 那现在我如果想要判断一条命令 是否正确 我就可以在这里 用这样的方式 先打逻辑语 后面打yes 再打逻辑货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条命令正确执行 就会执行这条命令 那当这条命令正确执行 在这里判断的时候 他的前一条命令认为正确执行 所以他不会执行 那如果这条命令报错了 那这条命令逻辑语判断 这条命令报错 这条命令报错 所以他不会正确执行 那逻辑货判断 他没有正确执行 这里最后一条命令就会执行 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 这条命令是否正确 有人说这多少啊 有这个必要吗 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条命令是否正确 哎各位 那是人 如果在程序当中 我们需要计算机来自动判断 这条命令是否正确的时候 这条语句就比较有作用 那我们试试啊 试试 看 先打罗句 echo yes 再打罗句后 echo no 那也就是说 当这条命令正确执行 看 正确执行了 就会执行echo yes 如果当这条命令 不正确执行 随便打 就会执行 echo no 哎 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命令的顺序执行 呃 超哥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留个小疑问 我是否能够把这两个顺序换过来 也就是说 我先写逻辑或 echo no 再写逻辑语 echo no 看他是否还能正确执行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下节课我来解释这个 哎 大家强强 可不可以啊 好了 那多命令顺序执行 我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 我们讲这节课第二个内容 管道符 管道符是一个树杠 哎 小心 刚刚的这个 逻辑货是双树杠啊 是双树杠 那管道语呢 啊 这个管道符呢 是一个树杠 管道符也是用来连接两个命令的 它的作用就跟刚刚的多命令顺序执行不太一样 它的作用是命令一的正确输出 作为命令二的操作对象 命令一的正确输出 作为命令二的操作对象 很难理解 首先这里要注意啊 命令一必须要有正确的输出才行 如果命令一报错了 或者说他没有正确的输出 没有输出 命令二是不能执行的 那这条命令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 来我举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看看 LL 我们知道LL就是LS-L -A 我去显示一下一期分下所有的文件 长歌试显示 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文件非常多 我只看到最后前面的内容并没有看到 那这不符合我的习惯呀 我肯定想要看所有的内容 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我们有一个叫做帽的内容 帽是分屏显示 但是大家小心 帽分屏显示的是文件的内容 他不能直接分屏显示命令结果 那管道夫就起作用了 管道夫的作用是 命令一的输出 作为命令二的操作对象 那也就是说 帽命令本来是要操作一个文件的 但是加了管道夫 他的操作就变成了这个命令 命令一的输出结果 这就是管道夫的作用 那也就是说 看 我加一个帽 他就会分屏显示 看 分屏显示 我们这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命令的结果 命令结果 他用帽命令用途是一样的 跟空格向下翻译 这就是管道夫的作用 回过头再说 管道夫有一个强制的要求是 命令一必须有正确输出 否则命令二是不能执行的 那管道夫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在后面写12脚本的时候 就会发现 我们会有多个管道夫线筒 为了目的 是为了截取一个正确的数字 那现在呢 我们可能用不到那么复杂的 暂时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NetState-In NetState我们讲过了 它的作用是查询所有的网络连接 然后看一下 NetState-In 能看到我们除了有 正在监听的服务之外 还有已经连接的 服务 这个连接的是谁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操作工具 看NetState的格式 我们其实介绍了 协议名称 然后呢 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包数量 本地的IP地址 远程IP 有人 155 其实155就是我的Windows 通过22端口 连接了156 156就是我的Linux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这个连接 就是我们当前正在连接到 这个远程管理过来的这个连接 就是我们现在操作这个界面 大家小心 在我们的NetState里面 Linux代表连接 这个Established代表 这是我们的正常连接 正在连接 但是啊 大家会发现 除了能看到网络服务之外 NetState-In 还能看到网络程序 Socket套接字的程序 它也会赚张口 那这个时候 看起来就很繁琐 不太符合我们需求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求助Graph命令 Graph命令 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它的作用是 它的作用是 这块有点小问题 改一下 这里不是搜索出关键字 而是什么 而是 把搜索出的关键字 用颜色显示 颜色显示 好了 那有一个小问题 改一下 那 Graph的作用是 在文件当中 在文件当中 搜索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举两个例子 假设 我要去 在一个文件 比如说ETC下的password 去找跟root相关的行 那我如果这样去看 很不痛快 那怎么办 我就可以干嘛 Graph 加我要搜索的内容 加文件名 它的作用就是 显示 在这个文件当中搜索 包含有关键字的行 只要有就会列出 这就是Graph的作用 这就是Graph的作用 好了 那Graph有一些选项 杠爱的意思是 忽略大小写 杠爱的意思是 忽略大小写 Linus是区分大小写的 在文件里面也区分 如果加了杠爱 就不再区分大小写 杠恩呢 是显示行号 杠V呢 是取反 杠杠 Color等于auto 是把找出来的关键字 用颜色显示 啥意思 我们来 把刚刚这个命令 再加个选项 比如说加个杠恩 加个杠杠COLOR 等于auto 自动显示颜色 大家就会发现 看 所有我搜索的这个关键字 会用颜色显示 同时会显示出来 这一行是在这个文件当中的 第几行 哎 比较巧啊 这两个 一个是在第一行 一个是在第十一行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在 CAT Password 哎 一个是在第一行 另外一个是在第十一行 十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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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去了 哇塞 也明明啊 啊 在这儿 是在第十一行 哎 这就是Graph Million的作用 Graph非常有效 但是呢 我们说 Graph它的作用是提取一个 文件当中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给它加了管道符 我们先看 我想看看 我的当前计算机 有多少个人正在连接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 Nastate后面加管道符 后面加Graph 后面加这个连接标志 Istablished就代表标志 连接 那回车 就会看到啥意思 Nastate 显示当前系统当中 所有的网络连接 然后 把这个命令的输出 作为Graph命令的操作对象 Graph在这个命令的输出当中去搜 有没有包含有establish的行 有就列出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 可以清楚的看到 当前计算机 当前的Linux服务器 只有一个连接 这就是管道符的作用 管道符的作用 那我们说管道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令 如果大家 这个经过多次的实验和这个学习 可能会显出很多非常好玩的一些命令 我们在后面会要多次用到管道符 这次我希望大家能够一次的学会 好了 本章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讲了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多命令顺序执行 多命令顺序执行 有分号和双暗的符逻辑语和双输册逻辑或 分号的作用是多命令执行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逻辑语的作用是命令一正确执行 命令二才会执行 逻辑或的作用是命令一不正确执行 命令二才会执行 然后我们讲了管道符 管道符是一个树干 它的作用是连接两个命令 当第一个命令有正确输出的时候 命令二去操作第二个第一个命令的正确输出 也就是说 命令二的执行需要依赖第一个命令的正确输出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